NCAA间进行由全美排名第19的俄亥俄州大 在主场迎战全美排名第23的伊利诺英大学 俄亥俄大学在开赛先持得点 取得领先之后进攻却出现档机 防守上也守不住多点开花的伊利诺英大学 开赛被打出一波20比9的攻势 不过还好在板凳骑兵EJ Lidl跳出来帮助球队 硬是在半场前将比分缩小 半场结束 伊利诺英大学就以37比30 7分领先主场的俄亥俄州大 下半场开始俄亥俄州大一哥 Kalibu Wilson打出一哥的风范 配合CJ Walker两人打出一波小高潮 帮助球队反超比数 陷入落后的伊利诺英大学也很快做出调整 阿尤迪萨姆展现他的得分能力 不管是切入还是外线 一波8比0的攻势再次要回领先 但整场比赛攻下追平生涯最高 17分的俄亥俄州大板凳骑兵EJ Lidl 以及另一位板凳暴徒CJ Walker 两人再次跳出来解救球队 配合Kalibu Wilson 三人带起团队的进攻 Lidl今天完全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噩梦 攻防上都让伊利诺伊大学吃足苦头 接连精彩的攻防表现 让俄亥俄州大带着双位数的领先 扬长而去 而最终主场球队俄亥俄州大 及另一位板凳暴徒CJ Walker 得分也有双位数的进帐 171比63击败来榜的伊利诺伊大学 收下四连胜 发生日吻